2015年4月,一架小型航拍無人機 墜落日本首相官邸屋頂 機上裝有含微量輻射的福島山粒 涉安男子其後自首,公稱要抗議核政策 日本國會同年修訂航空法規管無人機 無人機甚至已成為新一代恐襲武器 歐盟反恐專員警告 恐怖分子下一部很有可能用無人機 在歐洲散播生物武器 反觀香港高樓臨立 航拍機衍生的私隱問題亦不容忽視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前發現 有航拍機深夜飛入他的住所 有航拍導師認為歐美和內地 早已要求航拍機和機主以實名註冊 反觀香港的規管步伐落後 而私隱專員公署怎樣界定會侵犯私隱的指引 亦不夠清晰 其實你一定要有尺寸 告訴別人 甚麼是近甚麼是遠 你有了界線 我們便不去做 因為有數字可以侵犯 你沒有數字 100米是遠還是近 200米是遠還是近 不知道 無人機這幾年爆發性輕起 功能亦是爆發性強勁 所以應該要與時並進 那些條例 會否修訂 會review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工說 航拍無人機除了會侵犯私隱 更加隨時成為不法之途的工具 政府應該加快立法保障市民安全 民航處發言人說 海外顧問已經大致完成無人機規管的研究 目標在今年第一季展開咨詢 東網記者李冠林報道